下面一个 传播学 把一个东西的影响扩大或者缩小 什么意思 我 网红 这传播学能明白吗 你像我这种人是希望把我影响给扩大的 但有的人希望把他影响缩小 谁啊 想一想谁啊 谁会希望把影响自己缩小啊 谁啊 谁 罗志祥 不 罗志祥一定想把他影响放大 谁希望把他影响缩小 每一年中国有一天 中国所有企业的老板躲在家里 蹲在马桶上瑟瑟发抖 那一天叫315 大家想想315晚会后 那帮老板是不是想把影响力给缩小啊 而且他们是不是做的也还很好啊 为什么 你还记得两年前315都播过谁吗 你早忘了 对不对 早被他的广告也淹没了 对吧 明年315你都忘了 今天315播了啥了 这叫什么 这叫公关 他们就想把影响力给的缩小 能明白吧 这叫公关 大家跟我问你 你要想干这个荒荡 必须学这个专业吗 不一定吗 他几乎没有专业壁垒 大家发现了吗 不过瘾 想了解更多完整课程内容 跟我来 直接点击视频左上方我的账号头像 或者打开头条搜索张雪峰老师 进入账号主页 向左滑动页卡 点击专栏 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课程目录了 咱们想了解哪些主题 就挑选哪些课程 怎么样 是不是很贴心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评论区聊 哦哦 哦哦 谢谢观看